我反對這種假新聞 然後是反出散破謠言 其實FB已經講過 不知道你還要我再衝衝什麼 我覺得今天主要是陪邱瑋園補選 財產申報上面有看到 英國的這個75%持有的股份 好像有財產不實的部分 那你會不會要來補充一些資料 或是要來怎麼處理這樣 針對這些事情的話 之後可以在FB看到我的一些回覆 謝謝 剛剛還有考問 12月5號會見真章 那這個是什麼樣的意思 那再來會出示相關的一些證明 就是像我FB所講的 12月5號看真章 我反對這種假新聞 然後所辦出散破謠言 其實FB已經講過 但是我不知道你還要我再衝衝什麼 我覺得今天主要是陪邱瑋園補選 剛剛已經講過了這12月5號 那不曉得你是不是有什麼考量 我剛剛已經做了回答了 你們不用用同樣的問題一次問 你們有不同的方法再問 就是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Curial Call 然後什麼事情在我FB上會做回答 謝謝 我想最基本的是 我想請問大家45歲的人 還有什麼事情要做決定的 要問自己的家人 不過我必須強調就是說 要走自己的路 要對自己負責任以外 要向前走也要偶爾回頭看 要向前走也要看 要向前走也回頭看 要向前走都會 ves 包括了 那 armour是 好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